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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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 四百四十一页 四百四十一页 大家请看第九行 本章 俱两愿 国无恶道愿 即不堕恶趣愿 这是一段 夏天宫 他所汇集的 这个无量寿经的版本 把四十八愿分为二十四章 也就是二十四段 那第一段里面就有两愿 我们上次学习过的 也就是国无恶道愿 以及不堕恶趣愿 关于这点呢 我们就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这个世界就有恶道 至少我们大家有看到了畜生道 那他方世界呢 很多佛察里面也有这个恶道 因为阿弥陀佛考察过一切诸佛察土的实际状况 他知道这个恶道的感觉很难受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两堂课学习过 根本地狱 尤真小地狱 还有这个鬼道 畜生道 种种的苦暴 真的叫苦不堪言 所以阿弥陀佛他不忍心 在我这个新世界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不要 他把这种情况呢 全都避免了 所以那个国度啊 就比其他佛察就好很多很多 这个不堕恶趣愿 是从这个音上来讲的 当然呢 国无恶道愿 是从这个果报上 而说的 所以有音呢 就有这个果 下面呢 进一步讲到 其下 第一愿曰 无有地狱恶鬼情受冤妃如动之内 乃国中无有三恶道愿 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 故守两愿 为愿众生无苦 三恶道乃苦中之极也 这些话呢 都体现出阿弥陀佛非常的慈悲 他要帮助我们众生 早一点离苦得乐 其实我们大家学佛法这么久 应该要知道 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是什么 就是四个字 离苦得乐 可惜的是 现在这个时间 众生几个人愿意接受呢 几个人相信佛法是真理呢 现在世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仔细观察之后 大家都在追逐财色名利 他不知道 他梦寐以求这些明文利啊 都是怎么回事呢 您看了整部大藏经里面的大波尔经就知道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换句话说 我们每天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梦啊 都在梦里面 找种种的夜行 佛告诉我们 六道众生有两种生死 四圣法界的众生以上 他们只有一种生死 我们有哪两种呢 分断生死 还有变异生死 我们将来往生到这个世界 可以说很奇妙 居然呢 一下子就弃入到一针法界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不用断剑尸 不用断成杀 无名烦恼 就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这个在他方世界啊 是很独特的 当然这个是果报 那这个果报从何来呢 还是阿弥陀佛伊尼当中 加持我们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啊 一定要把那个 决心 真正发出来 我们要发什么样的决心呢 我一定要去几个世界 而且呢 再加两个字 快一点 不要耽误时间嘛 是不是 早点去 早点得到解脱吗 你看我们这几天 听到一个消息 我们学院一个同修的小孩 就被感染 大家都挺紧张的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有预料到 因为前几个礼拜 已经听说我们后院 后面嘛 学院后面 有澳洲人被感染了 我们就已经估计到 里面差不多了 是不是 这是很自然的 整个澳洲是无法避免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出大事情呢 大家要知道原因 这是我们佛门常讲一句话 佛祖庇佑啊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同修每天都跟病人打交道 他也没有生病呢 那这也是佛菩萨的加持 那我们在家同修您在家里面 也能够平平安安 也是因为佛菩萨的护士 所以学佛能够帮助我们化解现前 还有将来的这些劫难 下面所引用的这个密宗经典当中的这个开示啊 特别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非常需要 密教中约 大悲为根 菩提为因 方便为究竟 这里就说到啊 慈大悲是根 菩提呢是因 那方便呢就是究竟 所谓的方便呢 是我们常说的善求 这是智慧的起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啊 阿弥陀佛 四十八院一开头 就把第一院第二院 排在最前面 用意是什么呢 这是告诉我们 使法界里面最苦的就是三个道 所以他首先呢 要把众生最大的这个苦痛 首先杜绝掉 把这个根本 先化解 如何化解呢 这里跟我们说了 以大慈大悲为根本 也就是讲啊 这个人他有真正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亲近的爱心 没有任何条件的 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 我也挺有爱心的 我们有没有呢 当然都有 可是跟佛的这个大爱之心 博爱之心相比啊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个爱里面有分别执着 妄想 仓和在其中 所以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的妄念 断除掉 让自己的真心呢 逐步逐步的起现心 真心现前 就能够跟一切祝佛菩萨感应到脚 它再怎么远 也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说佛菩萨很远 这句话其实不对 是不是 看到华眼镜都知道佛菩萨在哪呢 就在眼前呢 就在你旁边 他没有离开我们 就好像电视一样 所有的境界像 都可以从屏幕上见得到 所以体呢要搞清楚 像要能够认识 在下面呢要举这个 《华眼经》普贤行语品里面的 这个经文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故愿国中永无恶趣 你看 这里就讲到 所有佛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密教弦教经典所说的话 都相同 阿弥陀佛真的是真诚到极初 慈悲也达到极初 他希望这个新的佛察 绝对没有三恶道 其实我们到极多世界去 有没有带三恶道的夜阴呢 都有 有没有断掉吗 还在我们阿弥陀佛里面 可是妙不可言的是 我们到达极多世界的时候 居然是用一句佛号 把所有这些不善的阴给压住 其实呢再说得深一点 我们天天念佛不但可以压住这些妄念 他同时也怎么样呢 也在转换 消除这些恶念 也就是我们经常常说的消除业障 您这个恶念消了越多 到达极多世界的品位呢 相对来说就越高 后面再进一步讲 不断恶去愿 或曰不跟恶去愿 为第二愿 这个不断恶去愿呢 这个不断恶去愿呢 是属于第二愿 那个跟呢 在这里当作动词 就是经历的意思 那不跟呢 就是不经历 后面进一步讲到 此 成敌愿而言 那么 这是承接前面第一个大愿 来继续做一个说明 我国不但无三恶道 甚至从燕魔罗戒等恶道中 这个我国呢 就是指的西方净土 这个燕魔罗戒就是指的地狱 地狱啊 真的我们虽然前两天讲这个地狱 其实现在想一想也蛮 蛮难受的 像当初阿罗汉 每当他回忆起 在地狱里面那种痛苦的状况 他那个身上都会吓得流汗 而且流出的汗的颜色 还是红色的 你看惊恐到那种样子 我们现在如何呢 都忘掉了 其实我们算是蛮幸运的 从三恶道呢 好不容易摆脱了 来到人间 同时呢又遇到了佛法 尤其是遇到了净土法门 应该好好珍惜 那么这么多众生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生到极乐世界众生也是蛮复杂的 那佛呢用归纳的方式 使法界众生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可以说他们过去生中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呢 他那个阿里耶士里面呢 都有阿比陀佛的种子 他听过阿弥陀佛 听受过有极乐世界 现在这一生呢 再次遇到净土法门 人一下子把他的树根引发出来 他就肯念佛 他就肯发愿呢 要求成西方净土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 要造作无力十个的众生 也不要嫌弃 也不要怨恨他 为什么 说不定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忏悔 也肯念佛求成西方净土 还有一点 也有些人怎么样呢 他在往生之后 后面四十九天 中阴身当中 居然也能够接受 虽然品位不高 可是他去了 他也能够到达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超度亡灵的事情 不能够疏忽 哪些人不能够得度呢 善根不够 福德不够 因缘不足的人 他就没法指 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 看到别人不肯发心去极乐世界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要更加努力的深入这一步无量寿经 要更加的深入这个绘基本的注解 还有 每天念佛 时间越长越好 真的 大家希望自己这一生 我们说的很实在一点吧 您希望这一辈子 从今天起一直到后面 走之前 身体健康 无防无脑 大家要吧 这个每个人都要咯 您想要得到这些果报 那还是要下功夫才行 其实有病痛 有那些苦恼的事情 都是自己因为有业障 跟别人没关系啊 所谓的自作 自己要承担 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 还在牢记古人的一句真诚的劝告 不要再跟别人发生冲突 他怎么欺负我 他怎么伤害我 我不要计较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把每个人都看作是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大圣经里面讲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把他看作是阿弥陀佛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那他为什么 现在有意无意的要欺负我呢 他不了解事实吗 如果他跟我一样 也懂得这个真相 他肯定就不会 说错想错做错 所以我们要能够原谅别人 要能够帮助别人 要能够成就别人 古人也常常劝我们 吃亏是负 真的我们从师父上 所遭遇到的事情 就能够体会到 其实我们所遇到的挫折打击 没办法跟师父相比 是不是 我们又没有明期 又没有 这个 又没有很大的这个 缘分 所以呢 嫉妒我们的人 都很少 障碍我们的人 也没有多少嘛 古人说的好啊 树大 就容易遭风 我们现在是在阿弥陀佛的忽悠之下 在善之士的 保护之下 稳稳荡荡的前进 真的要非常感恩他们 没有他们 生生世世的加持 我们哪有今天 再遇到这个法门的机会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话蛮重要 这里我们再念一下 他说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受佛之教化 原来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去做什么 继续在讲堂那里听课 你看我们在这里 天天要学习这个汇集本 学习这个诸解 升到极乐世界呢 那我们就是听佛亲自给我们上课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西方净土进步非常快 这里嘛 是善之士教我们 可是善之士当中 很多都是还没有开悟 没有正果的 但是到达极乐世界呢 每一个善之士 都是佛不上 所以在那边呢 可以讲是只有进 绝对不会退的 再说句实话 你想退都不可能 对不对 你想偷懒都不可能 我们在这里上课啊 还会昏沉 还会打妄想 在基督世界的讲堂里面 会不会有这些状况 不会 那边的菩萨 各个都是精神饱满的 而且他们还不用休息 还不用吃饭 后面讲 不但永不更入恶去 升到极乐世界啊 永远都不用担心呢 再堕得到三个道里面 同时啊 并西皆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既然说个西街 这是说 只要是到达极乐世界 一个不落 我们统统都能够 正得无上 正得正觉 也就是说 正得佛国会 所以那个地方 特别理想 在现在这个时候啊 真的八万十千法门 跟净土法门相比 还是这个法门实用 所谓的上根 中根 下根 通通都有分 通通都能够修 那只看我们相不相信 看您愿不愿发愿 看您呢 想不想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果真做到这三点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绝对可以 当然 我们去极乐世界之前 还要把一些基本的功课要做好 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两个方面好了 大家想想重要不重要 一个是效养父母 另外一个就是奉侍师长 佛家所讲的父母 那个范围就大 不是说只有我们眼前的父母 佛怎么说呢 一切男子是我父 所有男众都是我们 过去式的 现在式的父母 父亲 那女众呢 也是我过去现在的母亲 这个恭敬心 那就达到基础了 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都要平等地理尽 要平等地照顾 要真正发达心 成就众生的道性 希望一切众生呢 能够放下这个誓言 要把这个说婆世界呢 看清楚 都是一场梦境 所以我们应该要早一点 离开这个世界 早一天呢 升到一个理想的国度 你看这里讲的这么好 个个都是阿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而且是很快速的起路 后面再引用啊 谭壤大师 在《往生论》 注解里面的话 净土论注 这个净土论就是《往生论》 里面讲 佛所得法 名为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原来学佛 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正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把它翻成中文呢 就是《无上正》的正觉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换个说法 大家更加容易体会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得能向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相啊 跟其他初学人说一说 我们问他 你想不想有智慧的 想 你想不想有福报呢 您想不想这个相貌跟佛一样庄严呢 想 既然想就应该怎么样 要学佛 那现在怎么学法呢 佛又不在旁边 我们就可以深入经典 在《大藏经》里面呢 选一部您最喜欢的经典 最适合我们大家学习的经典 在眼前可以说 最行之有效的一部经典 无过于这一部 无量寿经会几本 真的 您读这部经 每天功功尽尽的读 读的变数越多越好 如果能够每天读上个十遍二十遍三十遍 您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没有用功之前烦恼挺重的 可是真正静下心来 认真读这部大经 就会觉察到 我的妄念越来越淡薄 相对的智慧呢 就越来越高了 其实智慧在哪 智慧是人人本居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有烦恼习气 把我们的慧根全都遮蔽住 现在我们把这个念头一转 那个智慧之门 它自然就开启 所以心越定 您这个智慧相对就越殊胜 真的这个世界是不可获得的 不可占有的 所以有人呢 他这个控制欲占有欲特别强 他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 也怪不得他 什么缘故啊 没有深入过大圣经典 倘若他真正学习了金刚经 不要说大般若经老六百卷 他没看那个太长了 一般人也没那么长时间 他如果能够深入金刚经 那对于放下 就比较容易下手 而我们这部无量熟经可以讲 从头到尾 也是讲到 要看得破 要那个放得下 果真 这个执着分别比较重 我们怎么去转他呢 念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真的很有效 一般常说嘛 这个人很顽固 顽固 就跟他说 念阿弥陀佛很好 倘若他也再能够好好地 静下心来 深入读这部无量熟经 再看一下 念老这个注解 他就会 足不足不明白 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时代 很需要有人发大心 把这部大经 广泛的详细的介绍 现在呢可以说 读经的人不少 但是讲这部大经的人 还是比例很小 我们希望不但华人讲 外国人呢也要讲 下面是法华经的注解 玄战 再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解释 他说这个名相的意思 意思 阿就是无 尿多罗就是上 三是正 秒是等 三是正 菩提是觉 所以把这一句范语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整个翻出来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那为什么可以翻 而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呢 古时候的大德 他们在翻经的时候 有一个规矩 叫无种不翻 这里的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是属于 尊重不翻 因为这个是我们修学佛道的 最高的一个目标 你看我们大家学佛 只不过现在我们大家忘记了 过去身中修学佛法的经历 如果您能够记得起来 前世的修学 真的那个惭愧心就冒出来了 说出来大家也请不要介意 我们学佛已经多久了 诸位同修 算上次老修了吧 无量节 常常学佛 那常常学佛 请问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正得几分呢 连个正觉都没有摸到边 谁才是正觉啊 这小圣四国圣人 虚多罕 阿罗汉 阿罗汉 破了剑尸法的 他才算是正得正觉 从这我们就知道 原来正得这个正觉多不容易啊 要有多大的毅力 多大的决心 才能够把这个剑尸祸 都断掉 好在我们现在呢 又遇到了佛法了 尤其是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现在呢 暂时不求我正得正觉 我们把这个事情都 放在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再把它做到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 要把这句佛号练好 真的从早到晚 除了弥陀圣号之外 没有别的妄想 先求往生嘛 古人说的好啊 但得见弥陀 何丑不开悟 对不对 不要说正觉 连正的正觉都没问题 那到最后呢 我们能够弃入无上正的正觉 下面是大制度论 第85卷所讲的 这个大制度论呢 分量很大 它有一百卷 这是第85卷里面的一句话 为佛一人智慧为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讲到修学的位置 谁才能够正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诸佛如来 其实这个也有另外一个信息在里面 就是我们将来正得的诸佛如来 正得如来的地位 您也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样的 后门念老呢再说一下 恶到众生善根微弱 这一点呢 呃我们 可以说呢 可能时间呢没那么多 无法就观察这些畜生 我们鬼看不到 地狱也见不到 一般看动物 还可以看得到 可是呢也不多 还是有少数的动物啊 它也是蛮有善根的 据说在国内 最近发生一桩很奇特的事情 某个地方 出现了这个新的疫情 然后呢 当地政府就规定 这一个区的人 不管是谁 男女老少 都要去做一个检测 核酸检查 大家戴着口罩排着队 去那个地方去检查 就在这个时候呢 飞过来一只喜鹊 大家看过喜鹊啊 那个喜鹊呢 也跟着这个人群 他也排队 他也跟在一个人的后面 那人往前面走 他呢也跳跳跳跳 跳几步 再双几下 他又跳几下 后来轮到他了 他就很高兴 他就飞到那个桌上 那个医护人员呢 哎 就不看喜鹊来了 然后就拿那个棉签嘛 就 就要他把嘴巴张开 那个喜鹊也蛮乖的 他把嘴巴居然也张开 就让那个棉签呢 塞在他嘴巴里面去 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喜鹊也蛮有灵性的 他挺会观察的 他就看人在做什么 怎么一天那晚对着这个 医护人张嘴巴呢 是不是很好玩呢 所以他也过来张一下嘴巴 你看这个喜鹊也没有人去强迫他 他是自动自发的 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有些动物啊 也是灵性 挺大 像狗啊 像喜鹊之类的 那么这些都是 术师 熏修过散法 才有这样一个现象 当然绝大多数动物呢 都是 迷惑比较严重 后面再说 富多树叶 这个树叶啊 是将它过去生中造作的 种种的善叶跟恶叶 当然这个善业恶业当中呢 是恶业居多 恶业多 善业少 蒙佛愿力夹辟 射受往生 倘若这些三恶道众生 这一辈子没有遇到净土法门 可以这样子说 他没有指望能够超越六道 当然也不可能超越释法界 所以在佛门呢 有同修发心 他们就把一些动物往生的例子 专门的编成一本小册子 叫物有如此 不晓得大家看过没 我们学院如果有这本书 大家可以请回去看一下 看了这一本书你就知道 动物虽然善根比我们人要差一些 可是还是有些动物怎么样呢 他肯发心念慕 居然走的时候 还站着走的 像当年在这个 第一的闲导侯上 他所担任过的 这个 知客师 那个关中寺 里面就有一只公鸡 菩萨 最后往生的时候他怎么走着呢 他绕佛山圈 站在佛像面前 大声叫了三声 走了 所以地牢很佩服 你看到 连一只动物 都能够发心念慕 站着往生 你想想 我们如果人不能够最后站着往生 那我们跟公鸡相比如何 是不是 就觉得很羞愧了 所以人呢一定要念佛 非常认真才是 那到达基督世界之后怎么样呢 你看底下再进一步的说明 生 彼徒已 悉令成佛 此时阿弥陀如来 慈悲至极之 是无上圣愿 三个道的众生都能够往生到基督世界 通通成佛 那更何况是我们大家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 原因就在于 阿弥陀佛 无量节来所发的红愿 兑现了 所以这个第二愿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第二愿呢 那很多众生都不能够得度 后面进一步的说明 该以从恶趣代业往生之众生 数据恶业 应堕恶道 这个讲的是真相 真的 如果众生是堕在山途 他也很容易怎么呢 继续再造 山途的恶业 那如果是这样子 以后再受这个苦 再受这个抱 应该是每况愈下 所以我们看经上讲 佛有一天就在 这个起孤独园 看见那个蚂蚁 你看这些蚂蚁多可怜 其尊佛 印花入斑链盘 先后出现的时间 结果这蚂蚁怎么样呢 还没有超越 他为什么这样子 不是他寿命那么长 是他死了之后呢 他就认为那一个蚂蚁的生 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又投胎呢 再当那个蚂蚁 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 我们以前也当过蚂蚁啊 很有可能 是不是肯定当过吗 这什么蟑螂老鼠 绝对跑不掉的 所以啊 这辈子 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不能够再堕落了 底下再讲 但因弥陀愿力加持 往生极乐不复 更堕三途 故曰不堕恶趣 倘若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这些众生 哪里能够了脱生死 他必定要在三途里面 生生世世的 造业受报 还有一点的我们也要知道 当人在受 当众生在受苦报的时候 他是不是心甘情愿 我们不要说动物好了 就说人好了 就说自己好了 当我们被人家诬陷 被人家伤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高兴地接受呢 不会吧 我们总觉得别人对我不好 都是别人的错 就没想到什么 是我前世 也这样子伤害过对方 所以这辈子 又遇到冤亲在 那他呢 逮着这个机会 就来报复我们 所以不能够怨天尤人 应该呢 要及时地化解这个夙愿 后面画的是龙树部上 跟我们讲的 若人生彼国 忠不堕三驱 这个三驱啊 就是指的三恶道 只要是到达基督世界 就不必再担心 您呢 再度三恶道 下面再举 散导大师的一句话 乃至成佛 不利生死 我们抵达西方净土之后 到最后 肯定成佛 而且成佛时间很快 只要成了佛 就不必再担忧 生死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最可怕的是什么事情呢 死 是不是 你看很多英雄豪杰 真的 他要死的时候 他的那个想法 可能就变了 当然还是有一些英雄 蛮 讲出那种豪言壮志 可是真的要死的时候呢 还是有些人他就 想法有所不同 人未死 这是个很普遍 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到达基督世界呢 就不必再担忧这个事情 念老下面进一步讲了 是者横出于六去移 大家请留意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是怎么样的 是横 横着出去不是什么样的 不是竖着超越 竖着超越就很累了 从人到上去 人到上面是天 天就有二十八成 复杂不复杂 再往上面去的时候 还有小生四果 再上去是菩萨 五十多个位置 您说这要修到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节呢 好在是遇到净土大法 不必要竖着超越 我们横超 念老进一步的在各门解释 有此章大愿 设二书生 这个第一章呢 有两个大愿 它有呢讲到两种书生的地方 第一个 恶趣众生 义得往生极乐 不复更多恶道 表弥陀悲心无尽 度化无余也 其实我们打个比方啊 大家更加容易体会 就好像是一个医生 他遇到一个病人 那这个病人呢 马上就要断气了 那这个医生要救他 首先要做到什么 他身上很多病 首先医生要做到什么呢 要保他的命 先把他的命保住 然后再把他那个轻微的病呢 再一个个把它慢慢的治好 所以先把重要的这个病呢 先把它消除 那佛多乐 施法纪众生 哪些众生病得最重啊 三土的众生 你看这个悲心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个呢 凡往生者 西界做佛 就近菩提 我们到达基督师纪啊 不但超越这个六到十法界 更难得的是 通通都能够成佛 而且是成的事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 佛还分四种呢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原教佛 我们以后成哪种佛呢 原教佛 由此可见弥陀本心 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 你看 从这个两个大愿呢 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阿弥陀佛那个心呢 那个念头 与众不同 他在琢磨什么呢 我就是希望一些众生 赶快成佛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也不要辜负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 而此愿既已成就 足正弥陀智慧功德 为神利用 不可思议 光是从这两个愿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 阿弥陀佛的智慧功德能力 无与伦比 还有他的利用 所以说我们能够亲近这么殊胜一位老师 非常的幸运 最后一句经文 莫云 得誓愿 乃作佛 不得誓愿 不取无上正觉 这个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的正觉 一般愿文呢 每一章的后面都有这样的话 这就是说 如果我这些愿不能够兑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那问题是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 他成佛了 那既然他成佛了 那证明这第一第二愿有没有做到 做到 好 此愿成就 我方成佛 你看 这交代的蛮清楚 如果这一愿没有实现的话 我呢绝不成佛 因为他已经落实了 当然我就成佛了吧 反过来讲呢 若此愿不成 我终不成佛 故曰 不取无上正觉 以下各愿 简为不取正觉 这个绘集本呢 他把这个文字稍微简略一点 其实这个不取正觉 完整的说法是什么呢 不取无上正的正觉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下面第二章的愿文呢 就多了一个愿 它一共有三四五 有三个愿 我们来看底下 我作佛实 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令生我差 皆具自摩真经色身 下面是经文 解释 此章 有三个愿 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令生我差 皆具自摩真经色身 这个呢 是属于第三个大愿 深西 金色愿 大家看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想不想换个身体 大家看这个佛像 如果待会大家下了课 您上讲台来 您坐在这个位置上 您感受一下 就很舒服 你看前面一尊 释迦牟尼佛的像 后面一尊大的阿弥陀佛像 那顶说这个台上这个法师 被佛包围着 对不对 所以再看一下荧幕上的自己 哎呦 这气氛就很好 待会大家下课 您自己试一下 那这个金色像 大家也要懂得 它是表法的 你看这个五金里面 大家懂五金了 五金里面哪一个是 排的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黄金的金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不变色 不退化 所以这个是有表法的意思 佛这个身像好啊 永远不老不病啊 不像我们这个身体啊 说些老实话 说不老哪里有不老的道理呢 还有人说呢 那不是讲有些老人家 烦恼怀童吗 烦恼怀童 他还是不如这个小孩子嘛 是不是 还是有所变化 但是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呢 各个都是紫模真金之色啊 这个紫模金 在黄金当中 黄金有分不同的类别 它是黄金里面品位最高的一种 下面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真金色 该为如来之深色 所以这个是表法的 这是代表呢 诸佛如来的这个身体的形色 它永远不会啊 变坏 我们看到佛门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吗 菩萨菩萨年年十八 假如我们呢 从小到大都是永远保持十八岁 那多快乐 可惜哦 想是想事实呢 还是不能够实现 但是到达基督世界哦 你就放心了 后面念了呢 那在给我们 不是啊 这是善的大师啊 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说明 诸佛欲显常住不变之相 事故献黄金色 原来这个黄金色是有所用意的 诸佛如来呢 他献这个身相 是永远不改不变 不耕 所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无量寿 无量光 每一个人的这个容貌 身材等等 都是最粗类拔锤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第三个愿 为什么列这一个愿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愿 放在第三呢 我们也想了一点 一般人都会有个什么样的烦恼啊 他有着相 是不是 都喜欢自己的相貌 都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那如果看了别人相貌好呢 他自己不如人家 他至少也会怎么样 他忍不住会欣赏一下 你看古人有句话讲 叫秀色可称 对不对 看到容貌太好了 看着看着都忘记吃饭了 那更何况是佛的相 那更加不可思议 后面是日本老法师 所讲的 日西诗曰 此标中道实相色 这个中道实相就是讲呢 这种容貌是永远不会更改 不会变化 所以这个愿呢 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性 我们再看底下的介绍 今此大愿 预定一切往生之人 同佛身相 皆真金色 此显生佛不二 真实平等 原来发这个愿呢 有这么大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搞清楚的 我们生到基督世界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点 就是我们呢 莲花一开之后 您就会看到自己的身相 自己的身高 自己的这个个儿头等等 跟阿弥陀佛呢 绝对一样 不是说我们刚刚才去 我这个相貌比佛要差一些 或者是差很多 这是误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呢 发心画这个极乐世界图 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 那个画这个图的人 他没有看过无量寿箭 或者他看过 没仔细 因为他画那个图里面 我们看得很明显的嘛 阿弥陀佛在真当中嘛 无论是坐在还是站在 都是最高大最庄严的 其次呢 观音菩萨大师是菩萨 比较高大 但是跟阿弥陀佛相比呢 好像比佛又矮了一点 那旁边的这些 小菩萨 又跟观音菩萨大师是什么相比呢 又低了一点 又瘦了一点 这个对不对 不对啊 应该怎么画呢 大家的身高完全相同 大家容貌也都一致 佛怎么样殊胜 我们大众通通都 相同 这样子好啊 做同学 这样我们身在那边老 就不会有自卑感 所以一般我们呢 这个 对待老人家一定要尊重 说话要非常委婉 千万不要误伤人家的心 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啊 应该多帮助他们 要常常想到 我也会老啊 我也会老啊 以前嘛 听过这样一段事情 有一个老人家 他呢就过马路 好像这个事情是在印度发生的 是真是 这个老人家他过马路他不是走过去的 他是推那一个 下面有个轮子 他就走几步就推一下 大家看过那个车子 就这样 有四个脚嘛 他就慢慢推慢慢过 可是那个红绿灯啊 他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 大概多少秒钟 他就变成那个红灯 那这个老人家因为过这个交通道啊 比较长 他只能够慢慢走咯 那别的行人已经过去了 他才走了一半 那么他过去之后呢 因为他手上还拎着一袋那个水果 苹果 一不小心 那一袋苹果就掉到地上去了 好 你想想看 他就一个人就是刚好就挡在这个路当中 结果在这个时候就出现很感人的一个镜头 那很多 大概有四条路嘛 同一个方向 四条路那个车子啊 前面那几个司机 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开汽车的这些年轻男女 自动自发的 就离开他们那个座位 就下来赶紧了 帮这个老人家把这个苹果 就到处把它捡起来 然后放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把它送过去 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那个车子开过去 这个做法 就是一种敬老的一个举动 这个好啊 这是佛门常说的无畏不失 他的座 所以呢我们呢 念念要想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 应该平等的照顾大众 人有慈悲心 动物也有慈悲心 鬼也是如此 只要是遇到这些众生呢 我们尽量劝大家好好念佛求生净土 下面是《无量寿经》绘书所介绍的 事故怨言 我国人民存疑金色 无有毫无 无有毫无 比我平等 情觉为顺 假如我们这个心念里面呢 有所不平 它就很容易呢 跟人家发生冲突 有时候我们听到吗 这个甚至两姐妹 两兄弟 都会互相怎么样呢 不满意 甚至对他的父母 都会发表一些怨言 说什么 就说 我跟他都是你生出来的 为什么你把他生的比我要漂亮 我长得这么丑 你就偏心 你说这个妈妈 她有没有说 我要把儿子 把女儿生出来 这个好看点 那个生丑点 她也认为想法 当然不会 做母亲的 做父亲的 都希望儿女怎么样呢 长得比自己帅 长得比自己漂亮嘛 那个我们长得之所以相貌不同 他不懂这个道理 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们过去生中造的业 不一样 所以阿弥陀佛呢 经过子子细细考察之后 他就得出其中一个结论 就是凡是生到我这个世界的众生 全都是莲花化生 还有 莲花里面出来之后 每个人的容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这就没事了嘛 不是说走进讲堂了 哎哟 我下品下身的进来 身高不如旁边的菩萨那么高 那再看阿弥陀佛更加高大 这个自卑感 它自然就产生了 那纵然我是下下被往生的 没想到我的相貌 个头跟阿弥陀佛呢 居然无二无别 这就没话说了 就不会有这个意见产生 这样子哦 我们的心 才能够真正怎么样呢 安定下来 所以啊 六道里面众生 大家容貌不一样 不能够怪别人 要怪就怪什么 就怪自己过去生中 造的业 跟别人相比 我们不如他 那如果我现在的相貌 不如别人那么好看 可不可以改善呢 可以的 怎么改呢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念阿弥陀佛 这个好 下面是念老所解释的 他说 绘书之说 正显忠道实相之一 前面呢 日本高僧 在《无量寿经》绘书里面的解释 这个意思 真正显示出 忠道的真实之一 因为众生都有分别执着 这个已经养成个坏习惯了 无量节来都已经有这样的烦恼 现在到了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为了帮助我们大家 去掉这种烦恼 他首先呢 就从外表上 做到一点 平等相 我们还要知道一点 那个平等相从哪里产生呢 平等心 所以平等的容貌 是由平等的心念 而造就出来的 其实这些都劝我们在做什么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对待一些人事物都要平等 你看这个桌面 大家看到这个桌面很平嘛 看这个地面很平 凡是平的这些物体 都在提醒我 要学习心平 你看我们学院有个法师 他就叫物平 所以他就很感慨地讲了 师父这样子取我这个法号 太好了 别人一叫我 或者我自己叫我自己 提醒自己 要心要平 好 下面再说呢 这个容貌 怎么个庄严法 再讲到另外一个大院了 经文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下面解释 国中天人皆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这个是第四院 称为呢 萨二相院 这个萨就是三十的意思 后面进一步的解释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有名三十二大人相 简称三十二相 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 转轮圣往一聚此相 当年世尊呢 来到我们这个人间呢 他为了要满足我们大家这个愿望 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啊 认为呢 人间的富贵相 一定要具备什么呢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所以佛呢 就虽缘 好 你们认为这个好 我呢 我就变出这个三十二相 那我们有几相 从头到脚 我们明天呢 会细细的开始跟大家报告 这个三十二相 真的 整个学 学完之后 就很感慨呀 十善业 太重要 太重要了 其实佛 他这个身相 难道只有三十二相 不是的 这是什么 这是随顺吗 随顺世俗咯 真正这个相啊 说不出来的 不要说 他的这个 法身相 不可思议 光是那个暴身相 就很不可思议了 佛有三身嘛 法身 暴身 硬化身 三十二相 就有这个三十 三十二相 是属于那个硬化身的一相 那如果暴身相呢 这在极乐世界 一针法身的一相 是什么相呢 八万四千相 每一相呢 八万四千好 每一好呢 又有八万四千光 每一道光呢 又有诸佛如来讲经说法 你看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居然就有这么好的一种容貌 所以啊 如果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或者男生啊 看了这样的经文 她还需不需要花钱去整容美容 不需要嘛 为什么呢 这个到达极乐世界 那个容貌是天生的自然的 而且绝对没有什么 副作用 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呢 是果报 那么有果 必定呢 会有这个因 黄年老呢 他在这个 极柱里面呢 引用大制度论 八十八卷里面的开示 就告诉我们 这个三十二相 它是有哪些 而且呢 那个因是什么 他也给我们说出来了 另外还有国内的同修啊 很发心 他们呢 就收集了 丁福堡居士的佛学大词典 还有佛光大词典 以及幽婆色经 修三十二相 叶品 第六卷 还有 大同方广 忏悔灭罪 庄严成佛经 从这些 经论里面呢 收录了三十二相的因果 这个呢 我们就明天呢 开始跟大家做回报 呃 这里讲啊 三十二相 具名三十二大人相 呃 呃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参考资料 有啊 好 那你就看一下 参考资料下册 五百八十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呢 放在那个地方 因为明天呢 还要继续看 五百八十页 大家找 三十二相 五百八十页 有看到吗 好 他说这个三十二相 依三藏法术之诸相名称 顺序会集 三十二相全称 叫三十二大人相 据此相者再加为伦王 所以在人间呢 哪一种人有这三十二相呢 转轮胜王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为什么是一个普通人呢 没有这三十二相 所以您如果有这三十二相 那你肯定就不是一般人 您就是转轮王 那如果出家呢 则开无上诀 这个无上诀就是说成佛了 他就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里所讲的出家 最低的地位呢 是指的法身菩萨 也就是明行见性的 也叫出处以上的菩萨 当然了 真正法身大事那个报身就不止三十二相 八十多好 那就是前面所讲的 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好了 所以这个容貌啊好不好 真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它这个国这么殊胜肯定是有个原因的 林肯修那个因 必定呢 必定呢 会得到这个古报 关于这点呢 我们今天就暂时学习到这儿 明天呢 我们接着再来学习啊 这个底下的详细的解释 我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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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